哈喽,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晚安 我是Rita 玉婷 很高兴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一起祷告,一起领受美好的祝福哦 在圣经诗篇147篇7到9节说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它用云遮天,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它四时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生活当中真的有这么多值得感谢的事吗 让我们一起来想想 谢谢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 谢谢老师辛劳的教导 谢谢同学朋友贴心的帮忙 谢谢上帝创造美丽的世界 等等等等 哇,仔细来细数 真的是感谢不完耶 在经文当中说到 以色列人用歌唱和弹琴 来向神歌领 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一定是非常的喜乐欢心 大家一同用歌声和乐器来赞美感谢神 线上感谢是不需要等待的 也不用准备丰厚的礼物 只要带着一颗简单而真诚的心 就可以大大感谢神了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欢呼歌颂赞美他 神会非常高兴哦 而在感谢的同时 你会发现 自己变得更加快乐了 当你懂得感谢 看见生命当中这么多丰富的恩典 你的心灵将会更加的满足 现在就向爱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吧 也对身边的人表达感谢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让我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 求你赐给我一颗感恩的心 常常向你献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